今年這種榮年的圖騰很討喜 不管是用畫的榮年圖案 還是討喜的榮年春聯 充分展現中國文字相形之美 大臣臨村 農馬精神 榮耀台船 書法家們提筆寫春聯 台船金融廠和民眾一起同樂 免費讓民眾索取 這裡感謝台船 對我們這裡的理念很好的 怎麼說 每年來送春聯 文創風是很流行的 就不會拘泥在以前的古字書法 所以很多書法家 都會慢慢的用線條美 來表現當年的春節的書法 台船金融廠回饋社區 每年過年前都會在平寮社寮 和和縣里山里四個地點 舉辦名家書法送春聯活動 其實除了自己喜歡的書法以外 其實也有一個社會責任 這個社會責任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好的句子貼出來 讓大家喜悅 可以產生那個進化人心的一個效果 周邊就是我們的里民 就在和平島這邊三個里 那跟我們都是非常好的鄰居 那我們在這一方面 跟我們里民之間的互動 在平常我們就一直都有持續的在做 這些敦親牧林的部分 然後大家互相協助互相幫忙 那像類似這樣的活動 我們也都一直持續的在辦理 連續23年不間斷 連退休的台船員工都來幫忙寫書法 希望跟里民加強互動 龍來平安啦 龍來幸福啦 這些都很多的 而且有人想說 好運龍來都是一樣的道理 平安龍來就這樣 龍的代表都是說全部的意思嘛 90年前的時候我們那個廠長 就是說那我們可不可以說 做一點對和平島 這個社區有一點創意的 正經牧林活動 還有善進企業社會責任 那本身我對書法也蠻有興趣的 然後就請我們那個一個領班 一中夢 透過他就邀請一些書法老師來這邊 寫春年送給和平島的鄉親 那也受到和平島鄉親 大家非常的熱愛 台船每年都會舉辦正春年活動 希望能夠做好敦親牧林 也讓和平島地區的居民 感受到龍年的喜悅 記者 黃燒民 金融報導 謝謝各位